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有做股票的人可能心情稍微会受影响 不过我认为这个美股本来就是在盘整 美股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在修正 那美股它盘整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认为在半年线附近慢慢电就够了 慢慢电就往上走 那我们从这个国际情势来看 你看到说今天其实台股开起来也还好 开起来也还好 一度有在这个平盘之上 一小段时间 那现在又是在这个平盘的这个下面来做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大盘现在目前是10960 下跌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点数应该是还好 如果说我们就技术线型来看 大家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这个我们台股的部分 在这个月线附近整理其实也段时间了 因为我们看目前的月线是下弯的嘛 这个就是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说 你扣底值走上去它没有往上动 那基本上就整理了 不过我认为它的这个整理的状态相对是 比较强势一点 为什么 因为不好的话就是跟长黑嘛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未完待续 就是说它还是有机会 它是有机会 那我们看到这个什么 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啦 这个是这个季线扣底值啦 季线扣底值今天是礼拜一嘛 礼拜五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它马上跳上去嘛 所以礼拜三是一个关键点嘛 如果它上去指数没有拉 这个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所谓的这个季线下弯 就是这条灰色的线 这看不太清楚这条灰色的线 就会下弯 下弯其实也不好 如果月线下弯跟季线下弯 其实是比较不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看礼拜三的盘式 大家就知道 就是说指数如果有表现的话 原则上外资一定要有动作嘛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外资其实在过去 大部分都在卖 大部分都在卖的话 代表就是说 他们现在在看什么 看整个全球的局势 美股现在有一个 大家关心的焦点就是季报 因为这个去年 这个川普说要减税 那你减税 减税减一减 那今年的这个 第一季的这个营收应该不错 好 那美股的第一季营收应该是不错的话 他现在震荡嘛 就是看如果这个状况明朗一点 比如说他的关税的问题 这礼拜有关税的问题 为什么 你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怎么还有关税的问题 因为这个川普又说 还要再加码这个什么 一千亿的关税 那信息像可能 这个礼拜就会公布 大家看这一点 看这一点 到底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会打到什么时候 那另外就是还有 叙利亚发射飞弹 那我觉得其实股市的基本面是不错啦 就在于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总统 他的动作比较多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 整个台股的表现 我认为今天台股 他反映的是一个所谓的 蓄墙的族群 蓄墙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整个分类指数的表现 平盘上的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跌下来的大概也差不多 这些 也这些跌不多 那水泥食品 塑胶这些都传产嘛 电子类 我觉得今天电子类特别不一样 就是它有稍微往上走 那往上走应该也是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两天不是有新闻 讲说这个什么 苹果提前启动这个拉火槽 这上礼拜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有些苹果的题材的个股 已经有买盘进来了 只是它那个线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个 我觉得还没有整理完 再没有整理完 你太冲动 有事不见的是好事 那另外还有生计 生计医疗去抢 这个生计 我认为它跟以往是比较不一样 以往在我们看生计的时候 就是除了2014年那一段之外 我们看生计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就是盘不好的时候 生计会涨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就是盘不好的时候 生计会涨 还有这个LED会涨 太阳人会涨 就这几个族群 为什么 因为它是空头排列的股票 可是今年特别不一样 今年的这个状况就是说 其实盘不管它好不好 生计只要一个涨上去之后 就会做一个轮动整理这样 像前阵子三月份涨生计 那三月底跟四月中旋的时候开始 就是第一周的时候 其实生计就开始整理了 那也是因为它涨多 不是因为它盘是变比较好还是怎样 也没有比较好 可是它就是整理 那整理过后之后就开始会转强 那我特别去看到就是说 新药股反而不是它的主流 反倒是一些所谓这个医材 或者是一些学民药 或者是宝剑 宝剑其实还不错 好 那我们看到盘氏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哪一些族群 我觉得今天这个 我们这个被动员舰的老大哥 国具 被动员舰今年 这个听说已经有功宴断练了 你看这个老大哥 从这个多久就长到现在 这个2478 这个也是警示鼓 都长成这样了 它一档就是3059日电 3090的这个日电帽 它跳比较慢 日电帽也是涨停 我们看到这个被动员舰它为什么 其实这个两天当中 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这样解读 我们看到苹果提前拉货 那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苹概股 可是你看苹概股好像没什么东西 就上礼拜有稍微 拎着拎着就没东西了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GIS 这个TPK 这个好像都没什么动 就郁金光 郁金光是今天又特别强势 好 那平概股就是这些个股而已 可是大家没想到其实 做手机里面还有很多是被动员舰 那被动员舰今天当然是 涨的都是都上去的 那你现在心里面会想一个事情 就是说 它今天能不能买被动员舰 今天到底该不该做被动员舰 这是你心里面在想的 你看它涨停 然后我们再找别支好了 有没有其他的292 华盛哥一涨停 你大概打一下这个所有的被动员舰的股票 今天几乎都没败 好 那被动员舰当然是这个苹果拉货朝下的这个 算是比较扩大的受惠者 那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涨价 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当这个所谓的这个 苹果拉货的时候 它一定会用到所谓的被动员舰 这一定要的 不管你是电阻电容这些都一样 那今天当然是涨一些电阻类的 电容类的这些像比如说像是凯美 凯美今天也有表现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些个股来讲基本上 它围绕的题材就是整个市场的需求 所以你看到苹果要提前拉货 那你就去看到这些族群开始动 可是问得来 很多人心里面想说 老师我到底今天要不要进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果你在股市这么多年 你看到股票上涨的时候 你会有冲动 我觉得你不够老练 我觉得你不够老练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大家这个礼拜 礼拜天受到这个川普这些话 影响心情 因为我们赖群里面 都有一些好友会互动 那他们就会说 老师那礼拜是不是 股票全部都要卖掉 我还不太清楚 为什么要卖掉逻辑 你知道吗 还要跟我讲这样 我就觉得说 你不用太紧张 这个有时候盘式变化 还是有个股表现 各个地方 人家非但发的是这个虚利 你担心什么 又不是非过来这边 你没有经过这里 所以要跟大家讲 你不要自己去吓自己 那你如果说今天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今天如果到现在 你的心情还是会受影响 今天大张的很开心 然后去追 今天大张的 哇 赶快卖 那如果说你的心情还是这样 我不管你做多久 如果你的心情还是这样 那我觉得也不够淡点 我会希望说 我们今天要去看的族群不是什么 不是已经强势涨停 不是这种已经喷出去的股票 当然有些人的操作策略是最强势的股 比如说他第一根表他就去买 这也有人这样做 你当然前提是你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观察他了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那如果说今天你看我给大家看 比如说你看这个2327 你看国具好了 各位他从这个三月初 三月初才多少钱 那现在多少钱 去一倍 一个多月涨一倍 你投资这个 你很倍你就比人更贵 而且是贵一倍 你懂我的意思吗 有的人会跟你说 当然还会再涨 对啦 还会再涨 难道不会找别的族群吗 各位你看今天日电帽也是 日电帽三月份的存在40块 三月初68块 各位啊 你去追强势股到底 到底你的希望是什么 你希望得到什么 80加145 这是什么要买的 那你说他情景看好吗 我跟大家讲 任何被套在高档的人 买的时候一定都说他很好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被套住 这个就是人性 那我们待会儿 这个下半场的这个广告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 我觉得族群 大家早整理过后 整理过后相对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进下广告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 帮你在起赏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路搜索17hoia bar 或是加入我的 mai 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死骨的问题哦 谢谢好远吧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破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 帮你在起赏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路搜寻17hoia bar 或是加入我的mai 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死骨的问题哦 谢谢好远吧 我要跟你分手 不 不要 从现在起 三个要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畏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节目下半场 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个这个产业 就是我在这个两个礼拜之前 有跟大家讲这个风力发电 那风力发电 因为大家我刚上班上跟大家讲说 你看到今天被动元件很好 你是不是去买 我跟大家讲 它短线已经涨一倍了 要小心 不要走到这个山顶上 人家都曝光了 我们先来看一些族群 就是说它可能是整以后的 我觉得现在你可以来观察 在两个礼拜之前很强势的风力发电 为什么 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长线的产业 比如说我们先看 这个政府推动这个非核家园 这个是事实 以致的事实 未来离岸风电的这个商机可观 为什么可观 因为都要去嘛 对不对 都要去一定可观的 好 那有一个人 有一个老大哥叫中刚 他投资34亿 成立这个 这个什么 新达海洋这个基础公司 好 不是说他投资 是说 他今天做这件事情 是花了这么多钱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这个基础设备厂房 重建码头等等 这个券打出 好 办公室大楼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要说 完工之后 每年可以生产50到60套 这个套筒式的JUCKY 水下基础的这个设备 各位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这个是新闻 我把它简洁下来 我认为大家去看的是一个 当产业它是走长线的时候 你这些个股 强势的个股 它可能一开始先涨嘛 那整理购物货 它是不是有机会去抢 你在任何一支股票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你今天很想要做这个 比如说被动员件 我们看国局今天涨停 为什么跟大家讲到国局 因为你看哦 你看这样的个股 它是不是涨上来之后 这边是大量区嘛 去年的12月大量区 下来是会整理 整理有时候是一个 你要去观察的点 这个就是整理的点 而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我跟你讲你买在这里 早就被洗出去了 那洗一个人那一百就倒不掉了 所以要跟大家讲你不要去追 追这种很高很高的股票的原因是说 不是说它不会再涨 而是说如果它你追进去 你洗两个礼拜 你哪受得到 我们看一下3708上尾 上尾你看它这个 我们之前电视上有跟大家讲 就是上尾它涨上来 上来之后呢 它是很想整理 来看看 1 2 3 4 5 6 第六个交易日 第六个工作天 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 你到底在看这些风力发电 在选族群的时候 你要去做这个强势的呢 还是要去选这个整理的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1514亚利 我今天又两档这个 所谓的做电机的啦 那亚利是 除了客户是台积电嘛 专攻不断电系统嘛 因为我觉得这些营收报告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上网去看 1519的华城 这个也是跟上尾签递NOU 这个是备忘录 采吻电动车 它本身就有做电动车 然后也布局这个风电 这个做电动车 基本上对电机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它的本业 那做本业做得稳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另外亚利呢 它是因为它客户是台积电 它专攻这个不断电系统 因为不断电系统 这个是每个企业都要 因为你现在这个 不管是工厂 或者是你的产品 你不可能生产线上 给你来个停电嘛 好 那我们看到这几家公司 我觉得你可以去观察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整理过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514亚利 亚利这边是有一个 有一个长黑下来对不对 洗下来对不对 那它前面有几根涨停的表现 那这个是缺口 这个是缺口 一般我们如果说就这个缺口理论来讲 它会是一个突破的缺口 突破的缺口 当然这个缺口没有回复 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后续是不是会强或是会弱 所以到这边这根长黑整理完之后 它今天直接半根往上走 这个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反转的线性 另外就是1519的华城 华城今天有个上影线出现 那当中的可能是当中的卖秧 那这根长红的部分是有带量 这个量人的话张数是很多 你如果把这个游标移过去 我们把游标移过去游到这边来 这个量人这个地方 这个量人有两万八千张 为什么 你看这种线型你把它拉起来看 把它拉长来看 你会发现它其实在去年开始七张以来 它这边整理了很久 这整理的时间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应该去看一些我在整理的股票 不是去追强势股 那这种股票拉回之后 它前阵子不是拉回吗 拉回之后你看这个 你看如果这一天去买的人是很辛苦 你看一二三四 早就被卖掉了 因为你会受不了 这种股票你这样拉你会受不了 你会想进去 我们看一下上尾 上尾算是现行比较稍微强势一点 今天收十字线 因为为什么它会比较强势一点 因为它前面这边涨多少 从这个大概八九十块起涨 涨到这个最高到180 那涨了也是快一倍 所以这种股票你去追它 你要等它整理完 那封电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产业 那既然是一个长期的产业 你就要去思考一个点就是说 这个产业的前景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得标之后 这可能有一些公司就会爬起来 那当然开始慢慢就有营收进来 所以你不管是怎么样 你现在去猜谁会得标 也没重要 你要去找说不管谁得标之后 会受贿的是谁 这个才是你的一个思考点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这个 你看到这个被动元件在涨 你很开心 想说它涨 可是没有买的人就很急 急得要去买 可能就被吸引到 如果你不能改掉这个习惯 你要去看一些观察的一些股票 你如果一直在追墙 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族群 我觉得大家要去 有时候我们要去看 这个族群性不是说 你看一支两支就可以了 因为有的时候 有族群性的这个效能 我觉得是较质的 较质的 大家都像说这个产业是造成的起来 这个是一个产业 比如说你看很多产业都这样 好的时候是整个产业启动 这个会比较有安全性 如果你只找一两支 那个其实是比较辛苦 我们看一下 封车双雄日月光细品 合组这个日月光控股 30号要挂牌上市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很大的事件 很大的事件 为什么现在要合并 因为这个国际竞争 这个仲效大家都知道 当然这个外资也有报告出来 外资报告大家可以去看 我是认为说我们就几党个股来看 比如说封车这些个股可能在动 那动是为什么 那如果指标股在涨 什么是指标股 比如说我们讲到封车 这就是看这个2311的这个日月光 好日月光它的市值大概这么多 这是市值 那戏品是这么多 那星控股的市值 如果有达到这个是 这个是预测值吗 那我们不知道 好那我要跟大家讲说 不是说你去看这个 因为这都是 你从新闻上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你要去想是思考是什么 它的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好比如说像这个 日月光这个是 到底是好字还是坏字 它也是涨多嘛 涨多好 可是它是创新高的股票 那以它的现行 是不是涨多都会拉回 这款股票你不一定要去看 但是很多人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从其他的个股找机会 比如说像这个台新科 台新科它也是做封测的 那之前有一段的这个涨幅 它也是整理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是连线 离连线很近的地方出现买盘 它就会涨多就会整理 它整理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看这个算算这个时间 大概也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不是去追强势国人 是说你待会经历之后 你再来看 比如说我们看台新科 它使用电子5G等晶元级的封测 这个是晶元级的封测5G 5G是我觉得是未来的趋势 逐流一定会是逐流 因为这个当我们用影音 用这个VR的时候 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那当然这个渴望又于去年 那另外6451的这个讯息 讯息其实我们上级都会讲过 6451今天是一根长约下来 所以你看 这开高都不能游就是这样 我觉得股票你在市场上 你要去看它的点位 开高拉回整理 往上突破拉回整理 这个是很多个股的习线 所以你稍微忍一下 那搞不好明天更便宜是不是更好 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趋势 比如说Avago 安花膏 Avago它是主要是这个 在供货给这个Apple Apple的部分 苹果啦 你那个苹果手机就是安花膏 安花膏这个 PA在后段的封测的主要大厂 就是这个讯息 那讯息它本身是这个 红海的这个子公司 那另外就是说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去吃这个 系统级封装的大单SIP 好 那我们看一下6451 6451今天也是有新的高点出现 好 那这些个股 我认为它很像整理的 这些时间来讲 比如说这些二月份股灾 然后上来之后 这个平台的部分是一个突破 突破就是这一根 残红是有代料 OK 没问题 它是一个有这个买盘 有正常的一个趋势 多方的一个趋势 所以你在看 这些个股的时候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喜欢去追 当然你追到可能隔天 两三%卖掉 这也有 也有 那有些股票 没有办法这样追吗 比如说你看这个 我们看讯息好了 一根上去 如果你追涨停 然后跌下来 那有的人是玩当初 可是这种股票 我是认为 黑的时候你去观察它 而不是你在红的时候 你观察它 红像很大 加上就是说我们最近这个 整个市场的氛围是什么 市场的氛围就是说 整个股市的利多消息 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行情就是 涨多就会拉回 拉回整理的反倒有机会 所以你的tempo 是要这样去调整的 比如说今天看到这个 被动元件涨 那你可能明天如果有休息的话 你再去观察它 而不是说你现在要去进场 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些族群 就是这个光学的部分 光学是今天 很多人应该都会看到 比如说我们看到光学族群 3406的这个郁金光 今天 哇 这个407 407 你看它这个 从这个200块涨上来 407 那我们看其他的个股 第一 我看 我看 好 好 3406 3406的郁金光 这个还有这个 6209的金国光 金国光没有什么动 344的零光 还有一个49 4976 对啦 我在打4972 好 佳玲今天也是创新高 拉回 好 你看这个都创高拉回 来 我跟大家讲 我们一般 我给你加啦 这是一个博步 你看我们这边是 黄色这个线是什么线 黄色这个线是什么线 这个是五日线嘛 那五日线大家都知道嘛 五日线是什么 支撑嘛 你强势股定是 五日线支撑嘛 但你看这个一早上开上去啦 这么高 要怕死人哦 你看这个 离五日线离这么远 以前书上不是有讲什么小狗跟主人吗 骨架是什么 就是小狗嘛 你的这个所谓基本面是什么 是主人嘛 所以你看他今天的骨架 偏离这个五日线 这个就是五日线 我们把它当主人 好 这就是小狗 走起来又回来 走起来又回来 我们如果看这个 比如说看森406好了 你看森406 他都沿着五日线慢慢上去 那这个今天也是涨多乖利 所以你如果去做这个点的话 你就遇到这种情况 这个是K线的理论 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2327的这个国具也是 你看他今天也是慢慢电上去对不对 上去 像这种藏宏上去 你看这个只要是这个地方进场都会去出现这种压毁 这就是五日线的关盘法 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们均线扣底的推算里面 有些线型比如说你看五日线是强势五日 那十日线是中方趋势 中期趋势 所以这些个股你只要去看它的线型 可是我跟大家讲 光学我觉得它是个股表现 那有的是营收 有的是营收 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郁金光 你看它的线型好了 郁金光的这个半年线其实是下完 那现在不要拉起来 可是你看整体的光学族群 这个还是下完的 好 那这个比如说362 仙金光也是 它连线底下 那我们再看伸四四一 你看这整个族群 你看这整个族群都预线反压 好 那4976的加零 加零是跟郁金光一样 这些都有突破的 好 那其他这些个股我认为说 你在做这个族群的时候 每个族群的股票你都要看一下 光学族群我认为 它这两只股票的现行 是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 其他的个股都是控方的走势 所以你要怎么去做这些股票 我觉得你怎么想是其次 只是说族群性没有出来 那我刚刚跟大家讲 比如说你看这个风力发电 它是一个族群性 那风测它也是一个族群性 那像被动运渐它也是族群性 可是它是一个强势在 往上的一个股票已经涨多了 所以当你在关盘的时候看到 台股在整理 最好是不要去追强势股 那如果说台股是走多的话 那这个就有效 这个最强势股当然是有效 但是还是要看族群性 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光学的族群是比较弱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前强势的这个风力跟升级等等这些呢 这我想比较有机会 好 那谢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更风采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前 每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体推算法 帮你在起赏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络搜索17hoia bar 或是加入我的LINE 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方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师傅的问题哦 谢谢好远吧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触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体推算法 帮你在起赏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络搜索17hoia bar 或是加入我的LINE 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方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师傅的问题哦 谢谢好远吧 我是戴慈瘾 比赛我全力以赴 但这些我看了就害怕 要包票